之前跟大家已經有提過 新手先要學的就是站著騎 那我今天要給大家看 為什麼要學站著騎 站著的重要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现在应该都看得出来 站着旗的重要性 你的脚跟手就是 在另外一组的避震器 这样子身体可以稳定 车子负担也比较小 所以新手先一定要从这个开始学 这样子你的骑程就会变轻松多 也不会那么累 也可以骑得比较快 好 加油